第一步是連接電源 然後就可以開啟電源 首先要把按鈕撥到AP mode 再把LAN線連接去WALTER的LAN插口 把LAN線的另一端連接去AC2000億的LAN插口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整個AT mode的設置 首先要把按鈕撥到Repeat mode 然後就使用手機開啟WiFi頁面 開啟WiFi功能 然後選取名為Wavelink的WiFi 大部分型號都不需要密碼就可以登入 如果部分型號沒辦法登入 就可以在機體找到WiFi Key 成功登入後就可以開啟瀏覽器 搜尋WiFi.Wavelink.com 或者192.168.10.1 就會來到設置版面 然後輸入登入設置版面的預設密碼 Admin 選取地區 修改登入設置版面的密碼 記得密碼至少要有10個字元 還有要有齊大細加英文字母和數字 然後就可以選取使用中的WiFi account 並輸入密碼登入 然後就可以等待設置完成 設置完成後 就重新開啟WiFi的頁面 選取有Wavelink Underscore EXT的WiFi就可以使用 把按鈕撥到Welter Mode 把LAN線連接去到Modem的LAN插口 把LAN線的另一端連接去到AC211的LAN插口 然後就使用手機開啟WiFi頁面 轉取名為Wavelink的WiFi 大部分型號都無需要密碼就可以登入 如果部分型號無法登入 就需要在機底找到叫WiFi Key的一個密碼 輸入後就可以成功登入 成功連接後就可以開啟瀏覽器 搜尋wifi.wavelink.com 或者192.168.10.1 然後就會來到設置的版面 登入設置的版面 需要輸入預設密碼 Admin 登入後就可以選取地區 修改登入設置版面的密碼 記得密碼至少要有10個字元 還有要有齊大小加英文字母和數字 然後可以根據網絡供應箱選擇不同的WAN模式 然後可以設置WiFi名稱 設置WiFi的密碼 記得密碼至少要有10個字元 還有要有齊大小加英文字母和數字 等待設置完成 看到這個版面代表你已經完成設置 重新連接WiFi就可以使用 記得重新連接WiFi的時候 要使用設置了的新密碼 LindsayPier 作詞 numая